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樱桃获奖被指实至名归,迪丽热巴又被提及,她的进步其实有目共睹。 最近金英奖落下了帷幕,从刚开始就备受关注的金英奖事后也终于揭晓了最后赢家。 樱桃凭借着在人世间里出色的表现成功斩获了该奖项,对于这个结果。 大部分网友都是非常认可的,首先人世间的剧情很好,算是年代剧里的一股清流。 而且福道化都很用心,其次演员也算是圈里的演技派,每个人物都被塑造得很丰满。 樱桃这个女主不知道赚了多少人的眼泪,所以她这个金英奖拿得实至名归。 每次一提到金英奖,那必定会有人Q迪丽热巴。 因为她之前也拿过金英奖,当时被喷惨了,甚至还被关上了水后称号。 主要是她当时的代表作以及在剧里的演技,真的比不上其他候选人。 反正当时她拿完奖过后,网上录人缘其差,这件事也成为了她的黑历史。 其实迪丽热巴的演技怎么说呢,刚出道那几年还是稍显稚嫩的,毕竟是新人。 但是后来其实是有在慢慢成长的,但是演员挑剧本的能力也很重要。 很显然漂亮的李慧珍就没选好,里面的角色确实不适合她。 花哥觉着比起那种唯唯诺诺的普通女生的角色,迪丽热巴更适合那种艳丽四射的大明星。 比如她跟洋洋合作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这部剧的男主人设不同于传统的都市爱情剧,男主不是有钱霸总,而是一个航天工程师,跟女主比起来,她穷多了,女主是个大明星。 住的是豪宅,出行都是保姆车,而男主住的是个小公寓。 日常出行工具是地铁,两人在经济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,但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,男主明显更高一些。 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其实也不光只讲述了男女主谈恋爱,男主的事业后期也有被提及。 看着男主跟其团队熬了几天几夜修改项目细节,最后项目成功,还是非常然的。 其实我们国家现在的航天事业发展得非常好,而且这些航天工作者的薪资待遇也不错。 除了国家给力之外,一些企业也给予了航天事业很大的帮助。 比如洋和股份的孟知兰就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国航天事业。 正因为有这些拥有民族大义的企业的经济支持,才使得中国航天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。 在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播出之后,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,它让大家看到了航天工作者的辛苦与不易。 非常有教育意义,所以这部剧的数据很好,女主迪丽热巴也凭借着此剧又火了一把。 无论是角色还是演技,都可以看出迪丽热巴的进步很大,因此她之前的路人员也回血了一波。 有一说一,迪丽热巴的颜值确实挺高的,她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全面,综艺她能上,演戏她也行。 虽然每方面都不算是顶尖,但也都能拿得出手,不过是人总会有缺点的。 粉丝们也别把正主捧得太高,明星们哪个能没有黑料,粉丝们也别总因为正主被cue。 就在网上跟人家开思,不然最后受到反噬的还是迪丽热巴本人。 花哥建议有那时间跟人家对骂,还不如帮正主做做数据,趁着热度宣传一下迪丽热巴的新剧,不是更香吗? 大长腿,身穿一件牛仔外套,真是又酷又撒。 近日,有网友晒出了一组迪丽热巴在机场的照片。 迪丽热巴上半身穿着白色体恤外面,搭配一件牛仔外套。 下半身穿着一条黑色修身牛仔裤出镜,小姐姐真是太酷了。 很多明星在机场的私服穿搭都是十分时尚潮流的。 因为明星这一个职业就是要走在时尚潮流的最顶端。 给人的感觉就是光鲜亮丽,就像杨幂一直被很多粉丝称为机场穿搭女王。 每一次出现在机场,都有非常多的粉丝关注着明星的穿搭。 希望能够学习到一些衣服的搭配,和明星穿的一样好看。 迪丽热巴的衣品一直以来都是女明星当中十分会穿的。 而且长着一张仙女脸,出生于新疆的她,从长相上来看特别有一种混血儿的感觉。 浑身上下充满了东方美人的气质。 热巴的脸拥有着特别高的辨识度。 让人在人海当中一眼就能够认出这就是迪丽热巴,不像那种网红脸。 你看着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叫什么,回过头乍一看照片就认不出这是谁了。 温暖柔和的阳光照耀在迪丽热巴的脸上,将她淡淡棕色的头发衬托得十分完美。 微微卷起的绣发撩人,于无形之中。 很多人都说热巴的侧颜特别完美。 其实热巴无论是哪一个角度都十分完美,简直就是360度无死角的那种美。 新疆人好像鼻子都比较挺拔,热巴也不例外。 高挺的鼻梁,尖尖的下巴,小巧的瓜子脸真是太美了。 热巴笑起来真是特别温暖治愈,仿佛一个笑容就让人为她沦陷了。 侧着头手抚摸着微卷的绣发,真像男生们心目当中的初恋女神的样子。 这一笑。 相信很多男生都把迪丽热巴当作是心目当中的女神了。 精致的妆容配上淡淡的口红,整齐的牙齿看上去特别白,爱了爱了。 热巴的大长腿真是太逆天的,身高接近一米七的她,让人感觉满屏幕都是腿。 纤细又苗条的长腿在修身黑色牛仔裤的衬托下,格外明显。 都说黑色显瘦,热巴这一身黑白色的搭配将她的魔鬼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,凹凸有致的S型身材不知道让多少女生羡慕,浑身上下散发的迷人魅力迷倒了多少男生。 如今28岁的热巴,简直像是18岁的青春少女一般,甜美的笑容白皙的皮肤,真是太减零了,谁能想到这样迷人的小姐姐是28岁的呢? 热巴行走在机场上气场十分强大,仿佛像那模特在走梯台上一样,光芒四射。 这样强大的气场相信很多人都驾驭不住,最近热巴和黄景鱼主演的《幸福触手可及》也是正在热播当中,也只有和热巴组成迎评CP的黄景鱼,才能驾驭得住这么漂亮的热巴了。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哦,看热巴和黄景鱼甜蜜撒糖。